群,群都沒寫啊 這邊看起來都破破爛爛,這也沒有 好啦,我們就嘿嘿嘿,把九層弓拿出來用 這時候就是真的沒辦法,一定要用九層弓 你有沒有辦法把九層弓改成 改成那個 我們現在寫的畫度式的樣子,其實可以的 我覺得它兩個字體有不同的風格 因為現在剛好有一欄的響 應該把它寫成畫度式的風格 書,書也都看不到 還是九層弓 九層弓 九層弓的風格 我要寫成畫度式的風格 把它寫得稍微有點鈍 有點那種,因為風化所造成的效果就可以 那這個效果其實還可以用什麼 用 稍微會有點帶暈的圈紙 因為帶暈了以後它就會有點 墨色往外移 然後讓它看起來比較渾厚 所以不一定要用不暈的紙來寫 所以當你用不同的紙 它就可以創造一些不同的風格 有時候筆法上沒改變 只是紙而改變而已 有 看起來還蠻清楚 長短粗細 只是那個筆法上略有點模糊 那你自己加碼 所以看不懂沒關係 你就自己把那個筆法放上去 然後加上出細 那位置只要差不多就可以了 位置是出來 那我們要看這個整個都糊掉 九層弓可以看到很清楚很清楚 齊筆這些手筆 甚至連這個縫隙都快要看得到 所以如果這樣子的話 我們還是要把筆法寫清楚 不要因為它整個爛掉 你就認為說它的筆法應該就爛爛的 其實不至於 你可以相同的位置 寫出一點比較明確的筆法 那種明確的筆法 頓頓的 左臨右不臉 左臨右不臉 然後沒有什麼地方可以參考 那只有這樣子 那這個應該是一個撇 應該是一個撇 上面記得 這個數畫一定怎樣 一定很高 一定很高 那你記得 這是它的主長橫 也很長 這個撇也可能是主長橫 可能雙組橫 那這一個撇 然後在它下面寫這個 這個 在寫這個彎曲的時候 注意這些間隙 不要太大 不要太小 1 1 這樣算清楚 1的寫法 大部分都是維持上面寫的很窄 這上面這一段寫的很窄 幾乎都這樣 然後下面就寫歪 什麼叫歪 這叫歪過來 然後再折進 折過來 折過來 折過來要再勾上去 好那再來就是放射狀 這樣1 2 3 注意什麼 注意間隔 這個欄就很難拆了 但是 可看這樣 這個應該是長得最長 我們來看是不是長得最長 九成功就有了 然後這個是撇 是一個點 所以這樣看來是一個點 但這次上面都寫的比較短 讓下面這個四個點是在正下方 和這個方法不一樣 這個 感覺稍微 納稍微長 這裡面比較短 兩個寫碼並不是很相同 我們還是維持我們的畫度四的方式 看不出來也是沒關係 這個應該是點 這應該點 讓它上去 這撇比較直 但是這次不長 不長因為想讓點完全在最下方 這個肯定是長的 習慣 然後在這邊不讓它 不是用那 如果用那的話 那個點就會被包覆 就 所以斜斜斜斜斜 那這裡還有一個點 那有 根據前面的點 是一個這樣子的動作 那點應該會有一點點小小的差異 有時候有勾起來 有時候沒有勾起來 看不出來怎麼寫 所以我這裡 就把我自己擠的拿出來 但是我會稍微改一下 稍微改什麼呢 這些到處我覺得比較好看 稍微改一下 讓它錯落在這個位置 不要拉長 這是支撐點 然後再來這個 一 二 只有這個比我最長 大概改一下 變成這樣吧 比較沒有那麼方硬 有 有這個看起來感覺 圓鐵比較長 比較短 圓鐵比較好看 來試試看 圓鐵好看 我都看不出來 長得都破破爛爛爛的 所以我雖然在看那個破破爛爛 但心中感覺有在還原 寫過這些字 會覺得它應該會怎麼樣 雖然破爛 眼睛看到的是破爛爛 在心中想的是完整的 那如果你寫的不夠多的時候 你會發現 你看的是破爛的 一次寫出來是破爛的 那就是有沒有訓練過 這個都是寫的寫的 然後再利用這裡壓下來 所以這兩個有強烈的對比 所以上面一定要夠寫 一定要夠寫才好看 然後上面寫的很窄 兩個很荒 寫的很窄 當然不是只有這種寫法 字其實很多人寫都不太一樣 但它這裡寫的這裡比較窄 然後這裡是拉的非常的開 非常的開以後才再過上去 所以這裡一定要夠寫 這樣才不會歪掉 然後再加上這個點 那這個點一定是最高的 講過很多次 我會知道 那這個點是最高的 誰會是最高的 好嗎 這邊很高的 在這個點是很快的 這個點是很快的